中國大陸短影片分享應用程式抖音的海外版TikTok 一直被指構成嚴重的私隱安全問題 而在美國被越來越多的機構禁止使用 同時美國國會對於抖音和TikTok的審查正在升級 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主席羅傑斯發表聲明表示 自節跳動旗下的TikTok故意允許中共查看美國用戶數據 美國人應該知道這些行為如何影響他們的私隱和數據安全 以及TikTok正在採取哪些措施來保護兒童免受在線和離線的傷害 而能源和商業委員會預計會在3月23日舉行聽證會 要求TikTok行政總裁周秀之就這些問題到國會作證 至於抖音和TikTok在美國擁有超過1億個用戶 對年輕人的影響很大 去年12月印第安納州曾指控TikTok的演算法 自在讓年輕用戶上癮並向他們推送有害內容 此外抖音和TikTok還被指控是中共利用來監視或操縱美國人的工具 美國參議員祖樹霍利上星期三提出禁止在美國設備上使用TikTok法案 並且禁止與抖音和TikTok的母公司自節跳動進行商業活動 另外美國眾議員肯巴克也表示 很自豪能夠共同提出這一項立法 以確保每一個美國人的私隱和安全免受敵對的外國實體傷害 而祖樹霍利推出的禁止在政府設備上使用TikTok法案 已經在去年簽署成為法律